政府减免私立大专院校学杂费 以及大专生住宿补贴政策在2月上路 位于新竹市的中华大学 身为全国距离主科最近的私立大学 也宣布加码推出生根园区三件 让繁星入学的学生只要负担与国立大学相当的学杂费 就能享有顶尖学习资源 无风接轨主科就业 第一支件有关繁星的生根园区奖学金 是同学只要从繁星进入到我们学校就读的学生 那他每年就可以领到1.5万的奖学金 那这个奖学金刚好可以弥补私立大学跟公立大学的学费 所以换句话说繁星的学生进入中华的话 他的学杂费的待遇几乎是等于公立大学的学杂费 甚至还会负担更轻一点点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第一支件 那第二支件呢就是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专场的培养 我们中华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开设人工智慧体验的一个中心 大概在六年前 那在三年前呢我们也致力于培养 同学可以得到这个AI的国际证照 那有了这个加持呢我们同学更容易可以进入园区去工作了 好然后最后一支件呢就是我们开创了一些就业学程 让同学可以在学校就休息一些跟就业有关的课程 那我们也大量的聘业师进来到我们学校里面来授课 那上完这一课之后呢他在大四的时候就可以到业界里面去做实习 那实习如果表现非常优秀的话呢 那其实就会在业界那边留下来直接就业了 为了培育产业需要的人才 中华大学定期举办AI国际证照培训营 除了要落实普及AI教育 更要辅导学生免费考取国际级证照 为自己的履历加分 更有助于毕业生领取比同领域学生更高的薪资 从2021年开始 截至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办了20T次的微软AI认证培训营 那主要呢我们就是考取微软国际证照为主 那这部分的话呢有累计了1400位的教职员生 其中有1300位的学生呢都考选这张国际微软证照 那我们全校的教职员生都有一次的免费考试的机会 那这部分的话呢不仅让我们的学生更有就业的竞争力以外呢 在这张证照也是全球国际认证的一个基底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认为对于学生未来的就业与履历的发展上面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中华大学补充申根园区奖学金 必须是繁星入学的可以领第一年 略校内成绩保持在系上排名前30% 且超性成绩大于80分 就可以继续领其他三年 此外繁星入学以外的学生也别担心 透过个人申请分发教读图目系 也可以获得1.5万元入学奖学金 而且入学后校内仍然有多项竞赛奖金 等着学生来申请 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